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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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 看不清楚里面写了什么 我打开试试 打不开啊 碎了很久的样子呢 给我 我试试 这塞子 怎么塞得这么紧 这是木塞子 大概周围软化了 又埋在这么潮湿的土壤里面 把瓶口完全密封了吧 不过里面真的有东西 你们听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呀 玻璃瓶我们先放一放 大家再加把劲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埋在里面了 没有啦 刚刚你们研究的时候 我已经确认了 那么我们先回去吧 现在这么晚了 还留在外面 万一有危险就不好了 又开始下雨了 走吧 伙伴们 好 真舒服 快要累死我了都 我去把瓶子洗一下 看能不能洗干净 怎么样 还是有一层凝乎乎的东西黏在上面 洗不干净 隋行 你去找找看 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器具把这个瓶口给撬 用不着这么麻烦 拿给我试试 小心一点 方向瑞 瓶子还没擦干净 怎么啦 出什么事啦 呃 抱歉 抱歉 你 哎 我这抱我脾气 安静一点 哎呦 哎 你别瞅我肉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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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仪行 你小心一点 别刮到手了 没事 何罗罗 你别怪方向瑞了 就捷过来看 挺省事的 就是 就是 呵 二傻子 我不和你计较 孙一航 你们是性质吗 都写了啥 我看一下 稍等 写了什么 这里写的是 语物中学的真相 之后 孙一航一边讲述 大家一边就着手机的灯光传递信纸 浏览上面的信息 时光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天 没人会猜到那一天发生在宿舍楼里的那起命案 其实只是一场单纯的游戏 捉鬼游戏 信纸的作者是死者的好友 那一天 两个人和其他小伙伴一起 利用周六下午没课的时间 在操场上玩起了捉迷藏 规则和大部分捉迷藏一样 由一人担当鬼 其余的人扮演人 当鬼捉住人后 人就变成了鬼的同伴 也要负责去找寻剩下的人 在限定时间内 没有被找到的人 就获得胜利 反之 全被找到 就是鬼的胜利 好友不服自己一直输 要求将场地 扩大到整座学校 但时间不限 如果自己还能够被找到 那就自己运赌服输 自负的作者同意了 游戏开始 其余的人 一个接一个被找到 鬼的队伍不断壮大 但奇怪的是 作者的好友 却一直没有被发现 大家在整座学校中寻找 谁都没有线索 就好像 那个人消失了一般 一定是他作弊 跑到学校外面去了 有人这么说 放弃了寻找 晚饭时间 我要去吃饭了 有人离开 我要去晚自习了 他也应该在教室里面等着我们 我们快点出发吧 有人这么劝导 大家最终同意了这个说法 毕竟 谁也不想在桌面藏上 破坏学校的规定 夜 下起了雨 雷 劈中了宿舍楼 全校师生紧急前往操场避难 幸运的是 因为大雨 火势没有蔓延 教学区无一人伤亡 可 性质的作者发现 同伴中少了一个人 那个一直没有被鬼捉到的人 白天的时候 宿舍楼里清理出一件校服 大人们把这件事情 当作学校管理不严的一场意外 而参加过那场游戏的人 内心却遭受着煎熬 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真相 因为大家相信 只要再坚持一会儿 说不定就可以找到那个人 大家离开那一天 学校飘散的浓雾 就好像 谁 在雾里捉迷藏一样 信的作者留下这封信 是因为愧疚 无法对别人诉说 真正的责任 在于没有遵守游戏规则的他们 如果当时 他们大声喊着游戏结束 或许 就不是这样的结果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可能知道 离开语物忠实的办法了 是什么 林牧 你快说啊 要想出去 我们得变成 鬼 未完 待续 那 为什么 我 我 他们 每人 跟你 有